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關於雙方實際傷亡情況的說法 一直被認為是缺乏證據支持 但最近的分析數據表明 烏克蘭國防部的統計數據 越來越接近實際情況 統計數據顯示 俄羅斯士兵平均每日 在烏克蘭戰場上陣亡的數字 一直呈上升趨勢 從當初每日約有120人陣亡 到現在每日約有200至250人陣亡 值得注意的是 這裡提供的是陣亡數字 不是傷亡數字 烏克蘭國防部每日更新的戰報顯示 截至7月7日 俄羅斯軍隊傷亡人數 已達55990人去年幾乎澄清 這是每日數字包括 在戰鬥中陣亡和受傷的人數 過去這一估計與其他西方國家的估計 有顯著差異 但幾個月來 烏克蘭國防部提供的數字 開始變得與西方提供的數字 趨於一致 例如去年12月 美國估計的俄羅斯軍隊傷亡人數 為31.5萬人 而當時烏克蘭估計的俄軍傷亡人數 為34650人 英國前武裝部隊大臣 利奧多徹底今年4月表示 英國估計俄羅斯損失超過45萬人 那於兩個月前 烏克蘭國防部公布的數字 已經非常接近 利用公開信息包括副告 社交媒體貼文 與地區新聞報導 如 MediaSonna BBC 與俄羅斯新聞頻道 曾比出定期統計能夠說出名字的俄軍陣亡人數 最新的俄軍陣亡人數更新為58207人 由於統計數據依據的證據不同 這些數字很可能被嚴重低估 但MediaSonna 與MediaSonna的獨立統計 也給出俄軍陣亡人數的快速估計 這些數字是根據 繼承案件資料庫的分析 並與俄羅斯國家統計局 俄羅斯為足認證等記住 以及副告顯示的死亡數據 進行比較得出的結果 根據其最新的計算結果 截至今年6月底 至2022年2月以來 大約有12萬名 俄羅斯軍人在戰爭中死亡 這顯然是一個保守的數字 因為在他們的統計條件下 很可能漏掉了其他情況下陣亡人數 而實際俄軍陣亡數字 可能超過14萬人 報告稱 數據顯示俄羅斯的損失 近幾個月大幅上升 幾乎是2023年 最後3個月平均傷亡人數的兩倍 當時每日約有120人陣亡 報告補充 現在每日陣亡的人數 下達200至250人 幾乎與莫斯科 都沒有公佈自己詳細的傷亡數字 儘管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在2024年2月表示 已經大約有3萬1千名烏克蘭士兵 在這場戰爭中陣亡 但未透露有多少人受傷 同時 布京在今年6月表示 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 無法挽回的損失比為1比5 但未有提供證據證明他的說法 烏克蘭與美國的戰場估計顯示 實際上俄羅斯的傷亡人數 明顯多於烏克蘭 來自烏克蘭戰場的最新消息顯示 7月6日至7日晚間 烏克蘭軍隊對押羅列日州 謝爾·戈耶夫卡的一個 俄羅斯彈藥庫進行了無人機攻擊 7日 押羅列日州莫羅佐夫卡附近的 地理定位影片顯示了 煙霧與爆炸場面 報告稱 遭到襲擊的俄軍彈藥庫 可能存放了對地攻擊炸彈 地對空導彈 坦克和火炮彈藥 以及小型武器彈藥 7月6日 烏克蘭軍隊在頓內茨克地區 針對俄羅斯軍事資產 實施了一系列精確打擊 此次協調行動 涉及烏克蘭國防情報局 與第45獨立炮兵女空中偵察部隊 此次行動的主要目標 是德巴爾彩衛的 一個俄軍物資襲散地 該設施是俄羅斯軍隊 儲存坦克設備和彈藥的關鍵設點 此次成功的攻擊 擾亂了俄軍供應鏈 削弱了俄軍在該地區的作戰能力 烏克蘭軍隊還打擊了 位於新盧漢斯克的俄軍 R330CH斯圖電子干擾通訊站 這是俄軍電子戰基礎設施 這些高價值軍事資產 主要用於干擾烏克蘭軍隊通訊與雷達系統 6月下旬以來 烏克蘭空軍對位於別爾哥羅德州的俄羅斯部隊指揮所 進行了連續的襲擊 烏克蘭部隊可能使用了法國製造的 Arminman Beersomondurahemar 精國導引炸彈 以及西方提供的其他武器 戰爭研究所認為 此表明 烏克蘭部隊有能力利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包括精國製導炸彈與陸軍戰術導彈 打擊俄羅斯境內後方作戰區域 與後方重心地區的軍事目標 削弱與大規模破壞俄羅斯軍隊的行動能力 如果西方繼續取消限制 烏克蘭可能進一步擾亂俄羅斯的進攻 7月7日 烏克蘭軍隊擊落了一架 攻擊烏克蘭國防軍陣地的俄羅斯蘇25攻擊機 烏克蘭霍爾提察部隊稱 以馬爾科、別支魯奇科中將命名的 獨立機械化旅防空部隊 在頓內茨克地區 波克羅夫斯克方向 成功擊落了一架 俄羅斯蘇25攻擊機 蘇25是一種阿欽速對地攻擊機 用於在視距範圍 對戰場上有軍地面部隊 進行直接空中支援 號稱能夠在全天候條件下 摧毀任何指定的地面目標 一份聲明中表示 7月7日克里米亞最大城市 塞瓦斯托波爾遭遇陸軍戰術導彈攻擊 造成4人死亡 150多人受傷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其防空系統擊落了4枚導彈 第5枚導彈被擊中後偏離軌道 在城市上空爆炸 俄羅斯官員稱 美國與烏克蘭 對這次襲擊富有同等責任 俄羅斯將予以報復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並不順利 莫斯科正在考慮 改變俄羅斯核武器理論 俄羅斯副外長 謝爾蓋·里亞布科夫 最近發表的言論表達了這一意圖 這種觀點將使用核武器的門檻降低 認為 如果莫斯科認為主權與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 就可以使用核武器 李亞布科夫表示 烏克蘭戰爭意味著 傳統意義上的核威懾 並未充分發揮作用 因此需要進行一些概念上的補充與修正 雖然未有提供細節 但他表示 俄羅斯最終將針對 對手的進一步升級採取更具體的方法 他還重申了克里姆林宮的言論 即西方正在加劇這場衝突 全面入侵以來 普京在核武問題上的態度一直含糊不清 他一方面表示 不需要用核武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另一方面 上個月 在俄羅斯南部有與白俄羅斯 進行了戰術核武器演習 在聖比德堡國際經濟論壇上 普京也表示 可能會對核武器理論進行修改 他將其描述為活的工具 普京表示 莫斯科正在密切關注 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克里姆林宮不排除 對這一學說做出任何改變 莫斯科智庫世界經濟 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德米特利 特列寧亦表示 應該收據有關使用核武器的規則 宣布俄羅斯在國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 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 他補充 這是因為莫斯科必須說服西方國家 在挑起與俄羅斯的衝突後 他們將無法保持舒適與充分的安寧 軍備控制協會執行董事 達里爾金博爾上個月表示 為了避免核誤判 必須恢復俄美之間 關於減少核風險與軍備控制的對話 他認為各國家必須繼續避免發出核報復的口頭威脅 避免挑釁性核演習 並排除效仿俄羅斯適得其反的舉動 俄羅斯掃諸核武的威脅 一直籠罩著這場戰爭 並影響著美國與西方國家 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而又不至於引起衝突升級風險的微妙平衡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